美国拒绝巴勒斯坦入联神情 以色列直接空袭伊朗 中东大战一触即发 之前我们急着在说 这次伊朗的反击相当清醒克制 只是打击了与之前大使馆遭袭有关的两处军事基地 没有扩大冲突的范围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以色列一直说一定会回击伊朗 美国虽然口头上劝以色列要冷静 比较冲动 却在联合国投反对票 帮助以色列阻拦巴勒斯坦入联 而且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也从没有停止过 这大大鼓舞了以色列的战斗决心 虽然伊朗在袭击之后向美国明确表态 反击已经结束 只要以色列不要轻军妄动 这件事就过去了 可是以色列从来是不吃亏的 虽然以色列在美国的劝说下 没有立即反击 但是他们一早就表示 以色列已经瞄准了伊朗的核设施 而且一定会还击 就在以色列强硬表态之后 伊朗也发出声明 只要以色列敢动 哪怕是最轻微的损失 伊朗也将采取最强烈的反击 而且是秒回 现在以色列当真向伊朗开火了 伊朗迅速反应 暂停航班 启动防空系统 但是从以色列袭击的方向来看 这次以色列真是冲着核设施去党 这次伊朗的两处爆炸声 分别在法韩省和一处陆军航空兵基地附近响起 这个法韩省内可有许多伊朗的核设施 而且伊朗由农所计划的核心就设在法韩省 虽然目前的消息表示 伊朗静定的核设施并没有遭到破坏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以色列还真的没有说大话 国阵瞄准了核设施 这次不仅是伊朗遭到了袭击 伊拉克叙利亚同样也传出了爆炸声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伊朗袭击以色列的时候 好像有些无人机和导弹不是从伊朗发出的 有消息表示那些导弹是从伊拉克发出来的 虽然事后伊拉克总理在采访时否认了 但是从以色列的态度来看 这件事情恐怕不是空袭来放 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次以色列发动的袭击已经提前通知了美国 不知道美国是当真来不住呢 还是根本就不想来 我看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 现在双方的消息还比较混乱 一方面是伊朗说没有导弹袭击 只是几架无人机 而且都已经被拦截了 一方面是美国官员表示 以色列导弹击中了伊朗境内的移出目标 虽然消息混乱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现在中东的局势已经快要超过可控的范围了 不论是导弹还是无人机 以色列都对伊朗发起了实质性的进攻 前两天伊朗才进行了阅兵 展示出了一大堆的武器 警告以色列不要轻军妄动 隔天以色列就发动了进攻 这简直就是对伊朗赤裸裸的挑衅 现在伊朗多省的防空系统已经全面开火 虽然目前没有收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反击的消息 但是谁也说不准 三国会不会一同对以色列发起反击 看起来这次以色列真的给自己建了一个敌人的保卫圈 哈马斯 伊朗 里巴勒 伊拉克 叙利亚 以色列同时 招惹五国只会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 美国这个打手恐怕养不久了 对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可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